所以他要幫那些大明星做什麼事情 主要就是驗票啊指引方向 你說他們比如說布萊德皮特走進來 還要說不好意思你的票先拿出來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驗票 他們那個臉還不夠有識別度嗎 不夠 因為他們可能要動真了對不對 而且今年 今年很有趣的是 因為每年奧斯卡前 頒獎典禮前都會有一個午餐劇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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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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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簡單生活節即將在這個週末 12月12到12月13日在華山舉辦囉 然後他是你知道這個年底最大的派對 陣容呢有林鄒罵最理想型的理想型張正月 以及我的老公瘦子 還有呢就是之前上過我們節目的土圖 他有個團叫做達到三明治 以及他在工作的老王樂隊 然後他們都是陣容的一部分 其他當然有很多很多我很喜歡的表演者 like 百合花 落日飛車 李年 Yellow Paisé少年還有陳三寧 還有很特別的是 我很喜歡OZ 但是他這一次還會跟血肉果之際合作 哇 真的是讓我有點期待 然後 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他們連找我攤販都是非常的用心 因為 他裡面就有找到我個人還蠻喜歡的酒吧 叫做就是藤蔓老屋 然後除此之外呢 還有我老公的酒吧 就是瘦子的酒吧 Made Man 然後我覺得他們真的蠻厲害的 就他們還有找很多其他的品牌 like 其輕唱片公司的那個衣服有沒有 然後吃的呢 他們也沒有在隨便的 然後最誇張的我覺得是他們找到了蘸雞麻辣鍋 本人在台北生活多年 都還沒有吃過蘸雞麻辣鍋 希望我這周可以在這邊知道囉 那如果大家想要買票 就麻煩到節目資訊欄裡面 我已經把連結放上去了 所以 嗯 大家可以趕快來買票喔 好 那我們就要馬上來開始這一集 豐富的一集囉 不管多努力都會罵聲 幹男家大真的是世界電影之癲嗎 早安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早安 Linia 那我今天邀請來一個我非常厲害的朋友 她是一個說到就是我到的女人 當初她毅然決然要去申請世界之癲的男家大 企圖成為一個未來進入好萊塢的開門專 那目前呢 就是她還在台灣的酷兒銀杂 放映了她的人生大作 真的是非常的重量級的一個來賓 那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男家大到底要怎麼申請一個外交系的女孩 又怎麼成為一個導演 那好萊塢的生活又是怎麼樣 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我們就要歡迎這個重量級的來賓 Penny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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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边最好跟全美国最好 刚好都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就就选择南加拿大这个当作第一志愿 然后没要说上就上了 很幸运 他们可能很缺钱 他们一定很缺钱 学费这么贵 好那我们一开始就先来玩个tempo 早安林娘啊啊啊 想到好莱坞你会想到什么 导函说演员 迷途运动 一堆臭婊子 奥斯卡伴奖典礼 大家很肤浅 大家都整形 大家都吃素 不只要吃素还是全素 一定要吸毒 结束了结束 我们刚才讲的都有成立吧 有 哇好莱坞真好被理解啊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吃超级全素啊 就Vegan啊Vegan现在很盛行 就觉得说淡奶素其实也是 就是淡跟奶这个东西都是对动物的一个就是伤害 对因为就很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啦 但就是讲说为了要奶啊 就把那种一出生的小牛 就为了不要母牛的奶喝光 就把他们驱离这样子就很残忍 可能为了要生鸡要生蛋就把所有鸡就全部都关得很密集 对对对对对 我们大学有看过那种纪录片 我大概一个礼拜吃素后来还是直楼了 而且现在就是像今年奥斯卡那个Walking Phoenix吃全素的名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超棒 就是今年他横扫了所有大奖之外就是他真的是 小丑男小丑男 对他真的就是在他把握他每一次上台讲话 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全世界都在瞩目 让大家去思考 而且大家都说很尴尬 就很尴尬啊 可是他真的就是 他还是会认真的讲 他就是认真让大家就是去思考很多东西 看到公司有肉先把他推开 那我们一开始呢还是先从比较肤浅的问题开始问 好就是想说你在好莱坞这么久 毕竟好莱坞所有全世界的大明星都在那 那他可以问你说你到底看过哪些大明星吗 然后又是什么契机 我自己本身有近距离接触到的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女生之一 就是Amanda Seyfried 就我去年暑假的时候 但其实这个 跟观众解释 因为他们听不懂英文 Amanda Seyfried就是阿曼达 亚曼达吧 亚曼达 塞弗雷德 很像话吗 反正就是演Mamma Mia的那女主角 终点战的女主角 自己去查好不好 我们累了 对 为什么你会遇到他 因为去年他有演一部电影是 赛车手跟他的狗狗的故事 好酷 对然后一个蛮大的书店 他们有在办这个活动 就是说因为电影要上映了 所以他们重新把这本书的作者邀回来 就是跟大家就是签书会 然后把男女主角就是都找回来 然后就是跟大家见见面这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地利之变吧 可是我女朋友他他在杜比剧院工作 杜比剧院就是每年办奥斯卡颁奖典礼 Oh my 他做了连续四年 所以他四年都在现场 四年都在现场 所以他要帮那些大明星做什么事情 主要就是验票啊指引方向啊 你说他们比如说布莱德皮特走进来 还要说不好意思你的票先拿出来吗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验票 他们那个脸还不够有识别度吗 好够哦 因为他们可能要动针了对不对 而且今年很有趣的是 因为每年奥斯卡前 颁奖典礼前都会有一个午餐剧 然后以往都是在另外一个饭店 然后今年拉到杜比剧院 所以他又多了一天工作机会 然后就是所有入围奥斯卡的人要去那边 这一次的工作就比较不像是奥斯卡那么混乱 他就他好像就在顾电梯吧 好简单 他就说他跟布莱德皮特跟那个那个 李奥娜都在同一个电梯里面这样 两个重量级 他说他们两个超高 李奥娜都看起来蛮矮的 没想到 但我最喜欢的故事还是他之前有一年那个 Bohemian Rhapsody 波西米尔狂想曲 就是那个Remy Remy他入围的那一年 他说超好笑 他说他妈妈跟他的双胞胎兄弟 还有他姐姐都有来 他竟然还有双胞胎兄弟 对他说因为双胞胎兄弟长得太像了 所以他就立刻知道旁边那是他妈妈 哈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讲很多趋势 说什么中间 因为其实颁奖典礼蛮严格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到了 就是中间休息的时间 你如果有错过 就不能再进去 可能要等到下一个阶段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中间休息的时候 Remy Malik他姐姐在外面喝酒 喝到忘记时间 然后要进去 差点进不去 然后重点是进去之后 就是搬他 我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弟弟 反正就是搬Remy Malik那个奖 所以他差点看不到他兄弟的 就因为想要喝酒 你看我就说好莱坞都要喝酒吃毒 对然后那时候很可爱 因为那个Rena 就我女朋友 他就有说他有认出他那个 就是他妈妈 然后刚开始只是 进场的时候他就有跟他说 我觉得就是他就有跟他说 就是good luck这样子 然后他说他妈妈就是一个很可爱乡下妈妈 他的妈妈就是握着他手 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样 结果后来他得奖了之后 他那个Rena又有在看到他 因为他过的那一区 是他们坐的那一区 又有在见到他一次 他就跟他说恭喜这样 然后那个妈妈就很开心 就抱他 妈妈真的很开心 我女朋友抱过Remy的妈妈 好吃的炫耀 好吃的炫耀 好爱Remy Remy真的长很可爱 而且我还很喜欢有另外一部影集 是骇客军团 Mr.Robot 对 Mr.Robot 那个也蛮好看的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好莱坞生活 好 那我可以再追问一个吗 就是你身边是不是很多人真的会吸毒 有耶 就是 可是都是那种 合法大麻 大麻已经不足为奇了 好我要听一些厉害的 他们就会说什么贴邮票啊 LSD 我都不知道我就听他们讲 但我其实蛮想去跟他们 找时间去跟他们就是试试看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时间 我也非常想是LSD 就是还有蘑菇 然后我都是听他们讲的 其他我都不知道 这些都比较偏心灵的 就是对 而且他们跟我分享很多东西 他就说像 邮票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 哦所有人都在跟我讲 对 第一次要有人带 不然可能很容易back trip 对就是就是会到一个很深渊 然后你可能就会 一辈子困在里面 觉得自己会痛苦一辈子的感觉 但我都我都我都没试过 对啊 我就很清新 我连吸大麻我都会呛到 哈哈哈 你好丢脸啊 我不会抽烟 我每次吸到我都呛到不行了 好好学习一下 好啦 无限期支持台湾大麻合法化 对 加油台湾加油 好 那我们一开始呢 还是来问一些你知道 一开始去LA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拍电影这件事情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想拍电影 对我来说很像一个魔法 就是他怎么有办法就是把 那么多东西凑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即使它是很写实的东西 就还是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 反正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 还是会受到这个社会的一些影响吧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哦我考的不错 那我还是可以去外教学 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当的工作 就是觉得还是有想要 就是读鼎大的梦 嗯 对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自传里面 我就写说我花了八年的时间 就是认同我自己是女同志这个身份 就我心境的转变很大 就比如说从刚开始觉得很恐惧 到后来我接受到现在 我觉得很骄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路上 在我刚开始还没有勇气 像任何人出柜的时候 但我又对自己有很多疑问 跟恐惧跟焦虑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就是 从很多的欧美的电影啊 影集也好 就是去得到的很多答案 跟我看到未来的很多的想象 就是哦原来我有一天可以结婚 哦原来我有一天可以生小孩 哦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很想要 我就蛮想要就是 成为别人的inspiration 对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透过说故事来激发更多 就是激励更多的人 这样子 那因为讲齁 实际大家就是说 我嘴巴讲讲说我想要去南加大 但是要怎么申请到南加大 这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很烦的申请 会去做这个申请 原因是因为我知道 美国他们这种电影研究所 其实他不会 特别去要求你是本科系出来的 他们反而想要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有什么故事想说 为什么我要给你 那么多人申请 为什么我要让你进来 这边学这么全美国这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我要放在你身上 就是你的故事是什么 他就是所以我才会花很多时间在写自传 因为其实他当然也会要你丢一些那个 剧本写作的类似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拍过的短片 甚至你也不一定要拍短片 你就是拍照片 有点像是分镜图这样子 也可以就是讲一个故事 他们想要看你 有没有最最最基本的说故事的能力 对 再来就是最 我觉得90%是看你这个人有什么故事 你对你自己了不了解 你为什么想来这边申请 这个人 因为我有去听一个info session 就是他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说 就是你们要申请会碰到什么步骤 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自传真的好好写 他说而且自传请你们不要在里面写说 你喜欢看哪部电影 或者是你喜欢看哪个 你喜欢哪个导演或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大家写起来都不会差太多 就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你是谁 他们一直强调你是谁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主体 我觉得西方世界就是这样吧 主体性很强 就个人意识啊 个人主义主体性非常的强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写了一个很真诚的故事 又是真诚这两个字 我很真心的把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交给 任何人要看我自传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也有点担心 虽然我是一个大学的时候就在脸书上公开出柜 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家人都知道 因为你也真的不知道看到你自传的人是谁 他会不会恐同 虽然我觉得美国很开放 所以我那时候有去问一个学姐 我要写自传我要讲我自己的故事 那我势必就要在自传里面出柜 因为这确实是我人生 我活到二十二那当时二十二岁嘛 我活到二十二年来 我觉得影响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部分这样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就写啊 你不用担心 他一来是其实我们电影学院里面有很多LGBT的教授 自己本身就是LGBT 又是传播系的 对再来就是他说他们在选你 但你也在选他们 就是说今天如果他们真的因为这个原因不让你进去 那你要怎么在这边学你要怎么做自己 然后说你自己想说的故事 他也被训练的很美国耶 对他也很会很会讲这种话 所以我就大胆的就在自传里面大出柜 结果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耶 怎么说 你知道看我的自传的那个人本身就是一个LGBT Oh my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聊天 觉得很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去找他聊天 你也会觉得很没有自信 一定会啊 因为我觉得那边真的很多厉害的人 但也有很多可能不是很厉害 但很会讲自己很厉害的人 好像LA喔 很会说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就去找他 然后他就说 他跟我讲的很好笑 他就说 但是我们这里面好像我知道有一个是磨门角的教授 他就说 所以 你那时候你的自传如果被他看到 你可能就不会在这 老实体是磨门角 说不讲是前卫的磨门 对 你永远不知道 那你在去之前 对南加大跟对好莱坞 应该会有一些想象 我其实去过短暂的待过一阵子 对那年暑假我就在加州待了一下 然后在LA待了一个月 那个时期的感觉大概是怎样 就觉得没有车真的不行耶 他们大众运输真的很烂 对就觉得我很喜欢美国这个地方 就觉得我很喜欢加州 我觉得加州真的是很开放 你所谓的开放部分 大概是你会在哪个面向感觉到 就因为我以前在台湾 台湾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所谓同志区 可能因为台湾太小了 就到处都有同志区 但是就是可能红楼可以算吧 可是他就是比较偏就是男同志 但我觉得就在美国 那时候我就是先 我还在学校借那个旅游书 借到一本旅游书是专门在讲同志就是相关景点的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到旅游书我一定要去卡斯处 然后到LA我一定要去那个西好莱坞 就是那边是同志区这样子 你都会特地去那些区 对我就很想去朝圣啊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也才刚 那一年我才刚公开出轨 就是我对于这个认同 我觉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然后我就很想要到美国去看看那边的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West Hollywood 就西好莱坞去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是眼界大开 因为我先去卡斯处 但我觉得卡斯处现在有点没落了 就是卡斯处就是老的同志区 就可能会看到一些老gay漏鸟 可是真的假的 会直接在路上漏鸟 就是他们会坐在那边 然后就紧过的时候 你就会 诶诶诶那是鸟吗 但是因为真的开很快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 也不确定 对就是但是 美国真的很前面 对就是很开心 我就觉得我看到了很多 第一次到West Hollywood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傻 因为它的整个斑马线是彩虹的 我就觉得我在走一个彩虹斑马线 我们西班牙有在努力这个方向 对我有看到那个彩虹的 对对对 那个地板 我当时对美国第一印象就是 自由 然后开放 那USC的第一印象 就是你实际到了南加大 你落地的第一周大概是对它什么感觉 好 电影学院真的很有钱 因为我们电影学院很像一个皇宫一样 因为好像真的很多有钱的导演都捐给他们 对啊因为我们最有名的校友就是 乔治卢卡斯嘛 乔治卢卡斯就是星际大战的 星际大战的 然后但是我们有一栋建筑叫做 George Lucas Building 哈?可以直接为他命名 对 然后有另外一栋叫做 Steven Stilbert 可是因为他其实不是 他不是南加大校友 他只是申请了好几次都没有上 啊真的? 然后他就很 他就后来就想说不管 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就是名流千古这样 然后就捐了一栋 太好笑了吧 Steven Stilbert有这么在乎地位 所以我们对 一进去就是真的是有一种走到皇宫里面的感觉 而且因为南加大历史很悠久 他18多多年就建立了 所以他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学校 100多年了 对当然我们学院因为一直有在翻新嘛 因为很有钱 那边的生活节奏是快的还是慢的? 因为我们去到那边也认识很多美国人 那他们会比较说东西岸的生活节奏 很多人就会表西岸人就很太Lay back 就很每天都很放松啊 每天都很开心啊去海边啊干嘛 然后就纽约人就会很很看不起加州人 我知道他们是一个对立关系 对就纽约人就觉得加州人很假什么 对 加州真的很假吧?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所以他们那边还是步调是蛮轻松的是不是? 对啊因为一直塞车 所以台北步调真的很快吗? 不是轻松就是说就是因为你也开不快 所以台北算真的蛮快的 我觉得台北是密集的城市 就是步调算是快的 南加州L.A.真的是交通很差 就一直塞车 所以你一天大概只能安排两到三件市 就是两件市左右 这么惨 感觉就是因为他们工作运数很少 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得开车 对啊 据说这就是之前的一个官商勾结啦 好久以前 那治安上呢? 治安上我觉得绝对没有台湾好 就是因为像尤其是南加大周围 真的是治安非常差的地方 我有听说 因为我稍微看到 可是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样 因为好像有中国学生一直被杀 被杀 就被射一直 一直被射 2012年的时候有一对中国学生被枪杀 嗯 然后就加了很多的人员 就是看守 就是整个校园 就算做了这件事情还是蛮差的 还是啊 我们学校有那个警报系统 他在哪里有什么事情 他就会传简讯给你 或email给你 然后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alert 什么的 好可怕 哪边又有谁 什么几岁男性 然后什么种族 然后什么不管是性骚扰 还是什么貌似持枪啊 或者是抢劫啊 很高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很高 所以你有在害怕生命危险吗 你有买什么防狼喷雾吧 我有买 但但我觉得主要是美国 因为有枪啦 就是美国有枪枝是合法的 所以就会比较害怕 好像越靠近市中心都会越混乱 对 所以市中心反而晚上是混乱 对就是很多游民 然后其实游民反而也都不是最危险的 有时候就是就是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话 或者什么你会很害怕 对 可是慢慢会习惯说 他们只是在讲话 他们也没有要对你干嘛 他们只是在讲话 他们可能很久没聊天了 对 然后再因为我觉得美国就是很少路灯 我们还是会尽量晚上不要出去 就是晚上不要走出去 就开车出去 那在LA很常会被讲 你刚才前面有提到说 他们真的讲话很敷衍吗 我觉得有耶 连LA人都自己都觉得 要不要示范一下我自己好好奇 就是说我们今天刚认识 然后就说 你的衣服很好看 因为我也自己会学 因为我觉得 你自己也会学 我的英文真的 学这么坏习惯 我觉得我的英文之所以可以这么没事 就是因为我的模仿功力很强 我是一个模仿大师 所以我每次看电影 听音乐什么 我就会一直去揣摩他们的口音 我后来我发现 美国人很喜欢赞美别人 就是他可能有时候 不是真的觉得你的什么配件好看 可是他就是会开启这个 就会有点small talk 就是说 我喜欢你的帽帽 我喜欢你的T-shirt 然后大家就开启一个话题 所以我后来会学到这个东西 看到谁身上有一个东西 我有时候是真的觉得不错 有时候就觉得很没怎样 但我还是会说 我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东西 好可怕 好可怕 没有真心的 或是说就是大家都越约说 我们下一次要干嘛干嘛 然后从来没有约 对 这不是台湾了吗 就是很典型的 LA LA话书 大家分得清楚不要受伤好不好 大家都Regina George 就是Ming girl里面 想要深入问说就是有关难驾带 就是你觉得他们老师上课 跟台湾老师上课有什么差别吗 是扎实的吗 嗯 我也很难讲在台湾 因为我在台湾 也没有认真上课 没有上 没有上太多就是关于电影的课 OK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 我很喜欢在那边学习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 老师跟学生真的是教学相长 而且在大学部好像他们还会称什么 Mrs什么Mrs什么 就是他们的姓氏 可是到研究所 我们就直接都叫老师的名字了 哇这很朋友的方法 对就是很朋友啊 就我会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 老师不会有那种 我就是老师你就要听我的 真的是很爱学生 我有上到好几个老师是那种 学生音的老师 他是一个很可爱老白男 他是我看我 就是很可爱老白男 老白男 是很可爱老白男 因为其实我觉得电影学院 现在还是比较多是老白男 毕竟他们那个年代 要在电影圈有一些什么成绩 就是一定还是男生居多嘛 女性现在还是有 可是比较少 更不用说就是非白人 这件事情 我那个老师他超强 他就是专门做现场收音者 他做了大半辈子 然后他拿过三座奥斯卡的奖 他是有奥斯卡 他做Apollo 13 还有忘记其他两个是什么 你竟然跟奥斯卡的人共事哦 对而且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很好笑 他还有拿奥斯卡的奖杯 来给我们拿 合照吗 因为有一次遇到山火 然后老师就说他要清空 他要带着他的一些 就是重要物品到车上 他要千离他家 等下你说山火是说 我们最常听到加州大火吗 对 又差点烧到南加大 不是就是他住的地方 就是离山蛮近的 Oh my god 因为有钱人都会住在 比较山上那边 所以他就把他的奥斯卡搬到学校 他就把他的奥斯卡 放到他的车子里面 然后有一次 他就说来来来来 然后他就打开他后车箱里面 就是散乱的山座阿斯卡 可以不要那么不重视吗 然后他就来 对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在那个停车场站上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那边的老师 其实会很鼓励学生 至少我的经验是 但我有听过就是蛮蛮不好的 蛮不好的经验这样 快一点快一点 1 2 3 4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中场休息时间 上集呢跟虎虎聊了一些 你知道悲伤的主题 然后呢就收到好多人的回馈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蛮不容易的 然后我希望我这个节目 能够给大家的就是一个陪伴 所以不想错过我的朋友好不好 赶快订阅下去 不管你在哪个频道 一个突如其来的这样强行置路 那要是呢 你们还是觉得 还想要就是愿意多多 打结 如果你们想要请我喝杯咖啡的话 那麻烦也可以donate我 然后这个连结 我也放在节目资讯栏 整个嘴软的现在 然后这一集中场休息时间 我打算呢 就是让我们的重量级的Penny 来就是跟我们聊聊说 他最近即将在12月20号 举办的一个工作坊 然后那个地点呢 会落在万华的一个咖啡馆里面 然后目前呢 两人通行还会打九折哦 然后报名的连结 我已经放在节目资讯栏 这一集到底有多少连结在节目资讯栏 我真的快笑疯了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Penny 为什么他们会举办这个工作坊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听起来是 嗯 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管道 好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听 听完之后就回到正集啰 好 那现在帮Penny来工商一下 你是不是在12月几号 会有一个什么工作坊呢 对 12月20号下午1点到6点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还有我女朋友的国中同学 我们三个人 也是Linia的高中同学 对 对 我们三个人现在在一起 弄一个说故事的工作坊 当初因为CHA 他是从瑞典回来的 这几年一直在做灯光设计 就是从剧场到室内灯光 到建筑照明这样 我女朋友在美国也是读表演 所以他肢体方面就是 的强项 我们三个都是说故事的人 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工具 我们 我自己在学说故事 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故事 它本身是一个 很疗愈的过程这样 对 好厉害的形容词喔 对它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说故事 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疗愈 就之前也有一堂 编剧客老师跟我们说 就是说故事的人 他是第一个被疗愈到的 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 说出去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被疗愈了 就是整个你在想要 因为故 要说故事 你要花比听故事 很多很多倍的时间 那整个整个在想的过程中 你就是 这是真的是一个 蛮自我探索的过程 因为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都还是要 跟自己自身有 自身有连结 你才有办法投入心血下去 我过去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让我觉得哪里没有放下 然后说不定透过这个 就说这个故事 我会放下写什么 这样子 听起来很棒耶 所以我们的故 我们的工作坊 就是结合我们三个人的专业 然后去引导大家 说一个自己生命的故事 就像我那时候说 我在就是写自传的过程 我把我的秘密丢出去给别人 然后交换一个秘密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交换的能量 就是会很 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哲学了 我没有料到你是这种人 就是我觉得 这交换能量是很大 因为我觉得说 透过说护士 透过说你 就是透过你把自己 就是摊开来给别人看 你会找到跟你一样的人 然后你会觉得 我不是孤单的 就是这个世界 也能跟我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或者是想改变什么 这样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会有点好奇心 然后我会把这个报名的连结 就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 你们点下去马上看 马上订票好不好 马上不贵 对不贵 然后那好奇好了 就上 其实你们已经先办过口碑厂了 对啊 那口碑厂有哪些学生的反应 让你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口碑厂很成功 因为讲了 跟自己很 就很personal的一个故事 有另外一个人 也哭着跟他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就在他的交流 就是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想要创造的 然后他可以透过一些 比较艺术的形态 来让你展现出来 对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们在一个 你知道亚洲社会 表达自己是痛苦的 因为你连自己是血都不知道 好啦 连结点下去哦大家 好 感谢Penny 感谢Linia 让你上这么多课以来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堂课 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有蛮多堂都蛮印象深刻的 就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一堂 就是做声音的课 我们还有另外很有名的校友 叫做Ryan Coogler 就是黑豹的导演 哦 他是他算是我们这一辈很红 毕业不久就直冲好莱坞的很有名的 对 很有名的人这样 老师就说他之前也有学过这堂课 也是做声音 老师最喜欢讲说他那时候 人家说那你在做声音的时候 你都干嘛 他就说他就会偷听导演在讲什么 他就因为我们在导戏的时候 有时候会希望跟演员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私密一点的嘛 就不希望说 我们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给他的什么指导 因为这对于演员来说 有时候也会有点不尊重 那个Ryan Coogler 就是说他就会就把麦克风 升到那个导演那边去听 他到底在讲什么 就偷学导演 好厉害哦 对 好学的学生耶 对很好学 那好莱坞的电视秀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 也有机会去参加到 本来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是有可能可以去 因为我有两堂跟电视相关 管理堂是他教你怎么样 就是同时操作四台摄影机 对就是 好莱坞有很多这种sitcom 或者是说multicam的 就是他可以很快 像六人行啊 像宇宙大爆炸 都是多机的嘛 然后 所以他们等于就是一次就拍好了 他就是可以很快拍很多 等于是你四台相机一次cover很多角度 主要就是一个景是搭好的 这样就是那种景看起来都会很假 你就会觉得就是假景 可是至少让他效率是高的 对然后但是而且那种秀主要也是 主要都是在于他们的故事线跟对话 然后我那时候有修那场课 然后通常老师会带大家去 可能他他自己现在有在导一个秀 或什么会带我们去 可是后来就整个都没有 老师也会去导秀 对有些我们蛮多老师是就是 平常都在业界有工作 就是要抽空来就是交个课这样 我是没有去过任何秀的现场 可是那你至少还有去过像talk show 那是在纽约的时候我去的 我有一次去纽约玩的时候 就去那Jimmy Fallon Show 是好玩的吧 大半夜超好玩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暑假去 然后我那时候先上网先看就是来宾是谁 然后有一次Jason Morales要去 然后我就很想去 结果我睡过头 因为他们那种票都是很早就登记完的 那你如果要现场排 对对 然后你要现场排的话你就很早到 他们说7点开始发号码牌 可是你要很早就到 我那时候就太晚到就发完 因为他们其实现场开放名额很少嘛 就是有登记没来的你才会hold不进去 后来我就再早了一天我就看到是那个凯特哈德森 就我蛮喜欢的一个演员 铁达尼号那个吗 那是凯特温斯雷 然后我就真的大半夜跑去排队 我这是大半夜的 所以他们是大半夜录影还是一早 他是一早录影 所以你等一下晚上就在那边过夜 一早好像不是一早录喔 他给你号码牌之后 你好像几点要回去报到 然后再给你一个就是入场的 然后叫你几点之后再回来 好累喔 就是耗一整天 但是我那时候以一个游客身份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一岛 很值得 对啊 然后就真的很好笑欸 talkshow真的很好笑 那如果想要在好莱坞找工作是很难 会很难吗 讲真的 因为我知道你很想要去嘛 因为像我 我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做编导 对 但是不可能一毕业就有人找你当导演 很多人就会说那维持生计的方法有什么 那有很多种嘛 就是你可能可以进公司 他有好多种职位 你可以从办公室做起 你可以处理一些文件 或者是说你可以跟组 或者是说你可以做后置相关的 也是都是从那种很基层的做起 就是从assistant开始做起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 所以当然就很难 而且我们又是外国人 对我觉得对于international来讲 真的是蛮不简单 所以如果你拿到绿卡的话 会比较好找到工作吗 会限制少很多 所以你只能找你的领域内的工作 那很多人可能会就freelance啊 所以蛮多人还是会觉得说在学校里面 学一样就是技术方面东西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我想要问的 这个蛮实际的 就是因为在好莱坞的话 像你刚才讲的 人脉经营非常的重要 那是不是有透过几种gathering 几种聚会是有办法参与这种人脉的职 会啊 我们还蛮常有这种所谓mixer 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把大家混在一起 就mixer 就大家会随便以一个名义 然后就号召一些什么 电影人啊 然后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啊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有 影展会办一些比如说什么 开幕仪式 开幕晚会 Network吧 就是多去交流 多去认识人 那你认为去这种场合 可能要准备一些什么 名片吧还是 我觉得名片 然后 现在大家都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交流嘛 你就认识之后 又加个脸书 加个IG这样子 因为名片到后 我每次拿名片就会忘记 也没有在用 我也是 所以那你没有特别怎么 比如说经营自己的那个link in 之类的 弄了但也没有任何消息啦 就是没有什么作用啦 你给我认真一点喔 不是就是全 就是没有工作 因为现在全美国就没有在运作 好难过喔 就真的是没有运作的一个 但是我记得你有一些 靠着自己实际去争取来的一些机会 哦对对对对 这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那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学校有一个职业部门的 他们会跟 他们跟很多过去的南加大校友 因为南加大就是人多 所以校友体制很庞大 所以现在还在做 还在做影视啊媒体娱乐圈的校友 他们如果想跟学校合作 想要从这边找人 他们就会跟学校讲 然后学校就来找人这样子 嗯 那就可以自己丢工作 但那阵子因为就都没有什么工作 所以他们他们经常办一些线上的就是讲座 就是提醒跟大家讲说大家不要慌张 不要什么 现在我知道现在真的是个非常时期 可是大家不要灰心什么 还是有很多方法 他就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 但换个角度想 这些很有名的导演啊 或是制片啊 或是什么 他们就是也不能出去哪里 所以在家里时间很多 嗯 然后你们可以想办法在LinkedIn上面啊 或者是 对LinkedIn是最快跟比较就是 工作专业的部分 可以在那边跟他们connect 或者是发个message给他们 然后就是还教我们要怎么讲 就是还有一些话术 然后那时候很喜欢看Netflix的一个sitcom 就是一个也是独机拍摄的 他叫One day at a time 我不知道中文翻什么 因为台湾也有看得到 美国人 现在美国社会很重要的议题 可是他是用那种很诙谐 然后又很 就是我真的是一边看会 一边笑一边哭的那种 就是很常笑一笑 大笑 就大笑一翻 可是到结尾怎么那么感人啊 一集30分钟 然后每集都真的是会让 每一集都会让我觉得 这个编剧怎么那么会写 然后这故事很神实这样子 所以你就很景仰这个作品 我很喜欢 然后因为我本身对于拉丁文化也很有兴趣 我自己有学一点西班牙文 所以你就自己去联络那个编剧了吗 对我就找到 不是编剧是那个制片 创 他们叫creator 其实他就是做很多是制片相关的工作 一个是拉丁裔的女生 然后一个是老白男 因为我之前就有一直在看他们的访问 我就觉得这老白男他是一个很 屁弱势发生 就是这个故事线 他是他在探索自己性向 这个故事线 其实也是也是inspire 就是灵感是来自于他女儿 几年前跟他出轨 就是他们在写第一季的时候 他女儿跟他出轨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放进 他觉得这很重要 必须要讲 所以你终于跟他视讯 你是有跟他聊一些 就有跟他聊到这些 因为我那时候message他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讲说 我很喜欢这个剧 然后他真的是我在COVID期间的一个救赎 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他 就大笑完就要再去面对现实 然后就丢工作或什么的 我只是跟他讲说 我很喜欢你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回我说 我看到你的故事我都哭了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他回我之后 我又再回他一封很长的讯息 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是刚从南加大毕业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就是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可以约一个就是zoom 因为我们都用zoom嘛 就是zoom上面的coffee time 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啊 就是我就说我现在还是一个新手嘛 我就想要跟你请教 六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他在zoom上面聊了快一个小时 很久耶 对其实我也很紧张 然后就有时候讲的东西 也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然后说明也问他一下 就是现阶段就是业界到底在干嘛 他就说没有人知道现在能怎么样 然后他就他有跟我讲一些内幕 就是说像就是有一些剧他们会怎么拍怎么拍来 让减少就是整个疫情的扩散这样子 可是其实大部分还是都是停摆的 就是那时候六月底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好啊 既然都停摆 那我是不是在这边也不用再等了 没有用了 对啊 就先回来台湾休息 因为不会有人给你这些机会 好那整体来讲我分享那么多 你对LA有最喜欢跟最推荐的景点给大家吗 我觉得去LA就是要去海边 可是哪一段海啊 马里布 我觉得马里布蛮无聊的 因为是有钱人住宅去 那边好像没有开发一些观光的地方 但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Santa Monica那边 那边真的很商业 就是你停车什么都没问题 然后对因为真的是找车会很麻烦 然后他那边就有超多大洞大洞的停车场 然后那边就有徒步区啊 就是很多逛街的地方 然后你也可以走到码头去 就是码头也是有那种小型游乐器材 就是小型游乐园 你说台湾的夜市那种游乐器材 小型游乐园的那种感觉 ok 对就很像儿童乐园啊 那如果用LA跟台北比 你会选哪里 很难吗 很难呢 就是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LA生活的氛围 就我觉得比较轻松 然后补掉马 然后我喜欢开车 然后我喜欢接近大自然 就我是一个很讨厌很拥挤的地方 台北 对 可是我之后要搬去纽约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完了 感觉好可怕 纽约真的也蛮挤的啊 actually 就是蛮挤 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挤 还是比台北宽啊 人跟人之间 就是至少不会有那种要共桌的情况 我很受不了在台北吃饭要共桌 改成去香港一下 就跑 我更受不了香港 香港真的就只能去那边吃饭吃完就要回来 去三天 一餐一餐 对 好那你最后可不可以给那些想要去南加大的人一些小建议 小建议哦 我觉得就是就是去做吧 就是真的就是不要 因为真的申请的费用只有八十几块美金 你为什么要为了八十几块然后不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也没料到八十几块会让你到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 然后我当然就是我知道就是学费很贵啦 我也我也知道我自己是很幸运就是家人可以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对真的是努力追梦吧 因为真的是只要你想做应该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像我也有认识在那边就是拿工费出去读的朋友啊 对啊或者是申请到很多奖学金啊 还是有方法的好不好 还是有方法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是你想要的就去做 你如果连尝试都不尝试就没机会 对 好这是Penny今天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好啦那感谢今天Penny来这边 谢谢 谢谢林娘 好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我们下集听了 我们下集听了 在什么咨 Adidas だから我现在是哪装的 我们下集听了 然后我们下集听了 买的东西